今年三月份彰化发生了三起禽流感疫情 农委会对外宣称是低病源影响不大 虽然有专家质疑农委会隐匿疫情 不过农委会依旧予否认 防疫人员紧急喷药消毒 因为彰化一点发生三起禽流感疫情 治病性指数居然高达2.41 是标准的两倍属于高病源 外界怀疑那种会隐匿病情 假设临床因为一个高病源性的 到任何一个地方 第一个它有高传染力 第二个它一定会造成临床症状跟死亡 那这一个案例全部没有 那动物试验我刚才 我们联系做了两次 那也就是在各个专家的建议的 这个试验模式下面所做出来的结果 再次的确认 这个是一个低病源性的禽流感 那我会强调专化的禽流感 死亡率只有0.035% 7个养基场也只有一个被感染 传染性很低才会判定为低病源 不过专家还是不放心 担心低病源可能发生变异 那全世界大家都知道 一年生产的家庭大概800亿只 那从1959年到2007年 49年的光阴里面 文献证明假设在一个 原来假设一个病毒 在一个场里面循环会转成强毒 那全世界到现在报告的5个病例 那我会并没有因此掉以轻心 持续监督管制问题养基场 避免疫情死灰复燃 新闻家梅卓星山台北报导 好